白杨不懂爱,却深受于念所困 于念安不存在,可却是旗下真正的妻子 谁能想得到,于念安的由来 竟只是白杨和燕之春探讨的一个动机 连眼神都变得空洞了 看来我真的涉及到了他的盲区 可对于白杨这种聪明人来说 他面对其他人时总会感觉到 对方和自己的巨大差异 普通人的智商大约100 一只边木的智商大约70 若是白杨的智商达到了130以上 他看普通人会不会像我们 在看一条聪明的狗 是啊,幻多是我 我也不知道该如何与一条狗相爱 因为我们从根本上就无法共情 和我说说吧,你有过这种念头吗 爱上一个人,或是想要和其他人度过下半生 什么的 若是有人可以和我相伴 我又怎么会刻下这三个字母 有意思,那个纹身在你第一次露面的时候 我就记住了,现在藏起来有用吗 我,看来真是这样 我在白杨的眼里就是一条聪明的狗 那三个字母是什么意思 YNA, you are not alone 我不孤单 如果这块遮羞布也被扯掉 我就再也没有尊严了 是,是我的姓氏 你是要告诉我 你手上纹的字母不是YNA 而是燕吗 是啊 谎言就是有这样的魔力 一旦开了头就停不下来了 是,是的 因为我是个学生 没什么钱找了个便宜的纹身师 结果我,纹错了 是吗 所以将名字纹在手指上 是什么潮流吗 我知道,白杨看出了我的谎言 但他选择没有拆穿 或许吧 我确实看到有女孩 这样闻过姓氏的花体字 或是名字字母的缩写 那两个相爱的人在一起 要做什么呢 和另一个人度过下半生 真的不会感觉枯燥吗 真正的相爱 终究是平淡的吧 怎么个平淡 这个问题真的很难 因为我也没经历过爱情 我只能告诉他我偏见的理解 或许平时他会在你午睡之后 叫你起床 你走出卧室时发现 他已经做好了你爱吃的两道小菜 你们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 但却是世界上彼此唯一的依靠 你们会坐在一起说话 说很多很多话 每当吃完饭 你们便会坐在天台上 看着夕阳聊着回忆 所以爱情就是 两个人在一起 花费时间做很多 没有意义的是吗 对 爱情就是做一些没有意义 但却能够让彼此开心 又能永远记住的事 我知道了 所以你想到了吗 你的人生中 从没有过这样一个人吗 我很快就会想到的 明天能帮我戴一面镜子 过来吗 虽然我不知道镜子有什么作用 但我知道 白杨一定有他自己的想法 于是第二天 我在一个废弃的房子 找到了一个散粉盒 雄选精品 没听说过这种牌子的散粉盒 看来这是某个参与者丢失的了 我有点羡慕这个散粉盒的前主人了 他每次降生都会带着化妆品 在看书吗 白杨竟然真的从一个地级那里拿到了书 找到镜子了吗 给你 这么小吗 这是化妆品吧 是的 大型的镜子比较难找 基本上全都碎了 但这个凑合能用 可惜只能看到我的眼睛 什么 是这个镜子太小了吗 不 是因为我戴着面具 可惜了 看来我得尽快想办法 晋升了 晋升吗 还要来一次吗 杨哥 你到底想要做什么 你的最终目的 不是要忘记自己是个人吗 和出去的动机有什么关系 和镜子又有什么关系 原因很复杂 我认为 如果真的要忘记自己是个人 那就必须得让自己 变成一个实实在在 有血有肉 又有牵绊的人 用这些东西打造自己内心最强大的心理防线 随后再用最恐怖的办法 在一招之间让其全部损毁 如果这样我还没有精神崩溃的话 那我就已经超脱于人类了 我承认我无法想到这种抽象的办法 那镜子有什么用 镜子 我 有话对自己说 所以需要镜子 有话对自己说吗 所以你想尽早地晋升地级 原因是想要 我想要看到我的表情 我现在这副样子 导致我只能看到我的眼睛 成功率太低了 我要捕捉到我的每一个微表情 可是捕捉微表情的目的又是什么 我需要足够了解自己 燕之春 你知道 催眠吗 我 听说过 但是催眠顶多算是暗示的一种 它的实用性远不如电影当中出演的那么强大 是的 但它确实会对一个人产生潜在影响 可我现在的脸被面具遮住了 进行催眠最重要的前提便是 完全相信催眠师 可任谁 也不会相信一个戴着面具的催眠师 就算那是自己 也不行 所以白杨 想要催眠自己吗 所以 我要尽快晋升地级 这样我就可以有表情 我也可以通过观察 自己的每一个微表情 来给自己进行强大的心理暗示 好像有哪里不太对 等 等一下 杨哥 你变成了地级之后 就已经没有人类的表情了 你的脸会变成一只冰冷的羊啊 就算是一张羊脸 也一定是有微表情的 我到时候 就看着那张羊脸 给自己加强心理暗示 这 这也太可怕了 不管白杨要做什么心理暗示 可如果一直对着一张羊脸 并且观察微表情的话 得到的心理暗示结果 只能是 我是一只 羊啊 等等 这 这不是刚好吗 原来这才是白杨一开始就要传达的目的啊 他要用镜子给自己进行的心理暗示 不就是 我不是人类吗 他 真的 太可怕了 从那以后 白杨每天都会拿着镜子和自己说话 我真怕他会在得到心理暗示之前疯掉 据他所说 现在他的生活总共被三件事占满 那就是跟自己说话 进行游戏 看书 而且他已经成功实现了摆脱人类的第一步 那就是丢掉睡眠 而因此 他也获得了双倍于人的时间 只可惜 进食这个问题 还是比较难解决 回到列车 每个生肖都在进食 周围都弥漫着饥饿的氛围 我很难不受影响 我只能选择继续 跟着他们进食 吃掉那些空气 是啊 明知食物是障眼法 却还要进食 这得有多么强大的心理素质 而且 无论吃下去的是沙土还是石头 都还要骗自己的潜意识 不知道真相 进而让潜意识让自己饱腹 这样的种种 真的是人能做到吗 还是说 白羊已经快要超脱人的范畴了 时间一天天过去 我每天重复着我的使命 白羊的眼神越来越迷茫 而几道招人也越来越难 大家也更热衷于参与生肖的游戏 只是从两年前开始 这里的游戏 好像变难了 我也只能从众 混迹到生肖的游戏中 接触了更多人之后 我才了解到 自从那个庞大组织的首领消失后 组织里的二号首领和三号首领 便接手了组织 只可惜 两人没有一个是智力型首领 他们靠蛮境参与游戏 所以没多久就分崩离析了 也有传言说 那两个首领 曾经在街上大打出手 随后分道扬镳了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新的组织总会出现 比如被因果加持的集道 只是集道的每一个成员都不知道 我就是集道王 差不多过去了两年 也就是距今五年之前的一天 我正走在街上 可突然间天色好像变化了 我再次睁眼 便出现在了另一个地方 我好像又恍神了 这种感觉 已经好久没出现过了 老妈你咋地了 这是怎么回事 我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还有眼前的人是谁 咋还搁这愣神呢 老妈你不是有事跟我说吗 怎么回事 感觉有记忆飘向了我的脑海一样 我竟然忽然想起 他是谁了 你是老孙吗 是我 老妈丫头你到底咋地了 你是不是身上不得劲啊 没 没有 这种反常的情况 我是不是也快疯了 有啥事 你倒是说啊 你真把我急死了 我 难道这就是长期保持记忆的人 逃不过的结局吗 难道我离疯不远了吗